灵魂之爱 作者 萨纳亚罗曼 欧灵 翻译 罗孝英 第十章 爱的合一 灵魂激发心轮 光从心轮向上流进顶轮 你的意识扩展 明白爱的合一 做灵魂连接时 你体会爱的宁静 并练习灵魂之爱 磁性 放大 透明 接受和无条件的特质 你已经预备好去开启顶轮的中心 在此称之为顶轮 以体会爱的合一 来自顶轮的爱 能够调和不同的能量 建构不同能量的活动内容 决定它们对整体生命的影响 并让每一个个体 与整体连接 爱的合一 美化每一个人 与他之间的思想 言行和行为模式的互动 当你的顶轮开启 你在生活中会体验 同情心的增长 你为这个世界服务 和加入光的欲望增加 灵性上师们称顶轮为千瓣莲花 因为有近千个花瓣或是能量的漩涡由它发出 顶轮看起来像是一朵倒置的花 它的花瓣向下对着你的心轮 它的花境向上延伸入高次元 顶轮涵盖一切较低中心的对应 当你净化 你将所有的顶轮以下的能量 提升到顶轮 活化并开启它千瓣的能量磨 顶轮的中心 看起来很像心轮的十二瓣磨 环绕着一颗光亮无比的宝钻 当心轮开启 顶轮的核心被激发而更活跃 当你散发爱 为集体福利工作 感觉与全体生命合一 你的灵魂便灌注更多的爱给你 让你的顶轮开启 观想光从心轮向上流进顶轮 你可以连接灵魂来激发顶轮 呼请灵魂的到来 观察心轮宝钻与灵魂宝钻合而为一 感觉这合一时能量的提升 你的灵魂开始增强送进你心轮宝钻的光 以激发你的顶轮 光像喷泉一般从心轮宝钻流出 向上注入你的顶轮 观察光从顶轮回流进入心轮 吸气时 想象你从心轮吸引能量进入顶轮 吐气时 感觉能量回流进入心轮 你也可以在提升心轮能量进入顶轮的过程 发嗡的声音 探索这两个中心彼此的互动 心轮发出的光能激发并开启顶轮相应的部分 从顶轮回应的光能平衡并扩展心轮 让心轮的能量变得更为美丽 即由在心轮与顶轮间来回往复的光 两个心轮完成第一个连接 扩展进入一 连接你所在的生命之网 宁静是从心轮表达爱的基本特质 扩展进入一 则是顶轮开启时爱的基本特质 当顶轮被心轮所激发 你的意识扩展 你更能知觉一 灵魂与一切万有的连接 你更能意识到整个进化的螺旋中 环绕你的所有次元的生命能量 顶轮开启 扩展每一种爱的面向 你感觉爱的宁静的能力增加 当你意识到你所在的更大宇宙 你的爱变得更有智慧 更包容 当这个中心开启 你将做出更大贡献 带着扩展的知觉与更大的爱 进入更高的能量流 使你的能量和谐 你会在最佳的时间出现在最佳的空间 你变成爱的力量 支持并服务你所属于的更大群体 每一件你所做的事增加爱 带给你这个世界必须给你的最好的事 想象一颗石头被丢进池塘 涟漪向外扩散 所有的部分都被触动 能量从一个区域向外扩散到其他的区域 如同池塘一般 你影响并被你周围的能量所影响 包括地球的能量 以及其他次元的能量 你属于全体生命合一的一部分 极有心轮与顶轮的连接 你体验进入一的扩张 回想你在进入灵魂次元的旅程中 极有对灵性太阳的聚焦 扩展意识 你从去感觉与家人的连接开始 吸引灵性太阳的光 并扩展知觉 感觉你连接所有你爱的人 你的朋友 你认识的人 继续激发你的顶轮 让你充满灵性太阳的光 放大你的知觉 去寒阔你的邻居 整个世界 整个国家 直到你的意识包含全世界的人 继续吸入灵性太阳的光 你从心轮发出光 来激发你的顶轮 并感觉动物世界里所有的动物 感觉你与植物的连接 并扩张你的知觉到矿物的世界 继续扩展你的知觉 想着灵魂次元中所有的灵魂 向外望去 看尽光之海 看见海中的点点光点 那是人类的灵魂 探寻地球的灵魂 它是光海中一个雄伟壮丽 无比巨大的闪耀光球 找出光的存有 上师 天使 爱的存有 与开悟的人 当他们在灵魂次元出现 请你观察他们美丽的灵魂 注意 它让你的灵魂之光 是如此巨大明亮 清晰可见 如同直隐的灯塔一般 你现在已经扩展知觉 含那更大的宇宙 那是你所住的生命网络 你仍然是保持个体的独特性 但是你的意识扩大了 当你感受与更多的人 生命团体的连接 你感觉自己的意识 变得有多巨大 每一次 当你连接顶轮和心轮 你便扩展进入一 每一次你感觉连接 所属的生命之网 你的顶轮便得以开启 让你们的灵魂 与你所爱之人的灵魂同调 爱的合一 扩大个体在整体之中的和谐 它将不同的能量 带进更大的流动与整合中 让彼此保持和谐 想着灵魂次元所有的灵魂 每个灵魂都有一个音调 形成独特的旋律 每个灵魂的音调 都与整体的旋律协奏 创造出美妙无比的声音交响曲 想象你感觉灵魂的音调 它的美妙旋律 正和其他灵魂的旋律 形成美妙的乐章 每当你的顶轮闪耀爱的光芒 你和每一个人以及全体生命的和谐 共处的能力便增加 连接你的灵魂 让灵魂之爱和谐的能量流通你 用内在的耳朵 聆听心轮宝钻与灵魂宝钻共振时 所生的美丽音律 让这悦耳平衡和谐的能量 从你的心轮流出 进入你的每一个次人格 将它们带进合一的和谐之中 与它们所属的更大世界连接 发出你的灵魂音调 用内在的耳朵 聆听灵魂加入它的音调与旋律 并与其他灵魂合奏的交响乐章 感觉你与宇宙全体生命的和谐 去爱并与大团体连接是很重要的 去爱并以团体中心 每个独立的个体为荣 也是同样重要 你在灵魂次元 呼请你选择连接的人 感觉两个灵魂的互动 扩展了彼此的爱与和谐 调和你们的灵魂音调 用内在的耳朵去听两个灵魂音调 混合时的美妙旋律 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 与你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 以及全宇宙的生命 生成更大的融洽和谐 如果你感觉你们的灵魂能量 一时无法和谐 请你先感觉你们的灵魂 与全体灵魂和谐 然后再感觉属于你们之间的和谐 当你感觉到两个灵魂间的和谐后 让它们渗透到人格的连接上 先连接彼此的灵魂 然后感觉彼此的差异溶解 你可以说 我感谢你的独特与特殊 我会发现我们之间灵魂的和谐 将灵魂的和谐带进人格的连接 做作灵魂的连接 将和谐带入生活中 有差异、有摩擦或意见不同的地方 再者 告诉自己 我将发现在这份关系中 我们的差异所提供的礼物 我会注意我们的共同点 而非不同的地方 确认你对创造和谐 用心运用的方法 确定你创造和谐关系的能力 正在增加 连接灵魂 让你和别人之间的能量 更美丽 爱的合一 为它所触及的能量 人和生命力 增添更多的美 想象你是你的灵魂 你正游利于灵魂次元 你为所到之处增加周围的美 你连接、聚合并增加集体的融洽 你想象所有灵魂的光 形成一个光的马赛克或曼达拉 一个永远在变动中美丽复杂的光图案 不管你在哪里、做什么 你都为整体图样增加光与美 与你的灵魂融合 当你的灵魂激发你的心轮和顶轮 想象你内在的光 包括细胞、情绪和思维中的光 都变得更加美丽 你可以和你的灵魂一样 让你与他人之间的光和能量变得更加美丽 连接你所选择的人的灵魂 想象灵性太阳的光在你们的头顶上照耀 观察每个片刻 你的灵魂变为一道更美、更完美的光 来完成它的更高目的 想象你也一样 正在变为更美、更完美的光 观察上方的灵性太阳 感觉你们之间的爱变得更美、更完美 你不需要说话 做灵魂的连接、灵魂对灵魂 在你们之间创造更多的爱、美和光 如此你正在完成你的大我目的 寻找光、吸引光、传送光 如果你想改善与某人的关系 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步骤 你可以在灵魂的层次 让两人之间的光变得更美丽 或者你可以随时在灵魂层次上运作 来改善你的关系 这么做设定了让美妙的改变得以发生的状态 当你在灵魂的层次 让你与他人之间的能量变得美丽 有挑战的地方 变得比你想得更好 有挑战的地方 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解除 因为你的灵魂充满创意和智能 让你们和周围所有生命的灵魂之间的光 变得分外美丽作为结束 想象你在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 增加了美 秩序与和谐 加强一的连接 感觉你的生命之网 从别人的眼睛看他们的生活 感觉灵魂的慈悲 当你扩展进入一 体验你和生命之网的连接 你感受慈悲的能力会增加 当你体验与他人的合一 即使人们显然因为自己不治的行为而痛苦 你也能同理他们的痛苦 你能进入他们的心 透过他们的眼睛了解他们的生活 你不再是个旁观者 批判、非难或感觉疏离 通过你的慈悲 你有强烈的欲望 想要帮助别人 扩展他们的意识 让他们与灵魂的智慧连接 只有在你穿着别人的鞋子 透过他们的眼睛 来看他们的生活 你能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感受你的爱 他们会更愿意对你打开心门 允许你对他们的生命和灵性的成长 做出贡献 想象你正进入灵魂次元的合一 找到你所选择连接的灵魂 做灵魂的连接 感觉你们的合一 从他的眼睛看出去 想象他的生活是什么 当你从他的观点 而非你的 来看他的生活 感觉你的心向他打开 他有什么需要 挑战 目标和感觉 你明白他已经尽力 做好他一致的一切 他的行为并非针对你 而是基于情绪 需求和过往经验的反应 即使你不赞同他的行为或处境 你仍然可以给予适当的了解 同情和帮助 当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与你是一体 我并未与你分离 我了解你 我同理你 来肯定你的慈悲 想起你对人 仁慈 体谅和慈悲的时刻 认出你的仁慈 体谅与慈悲 当你与别人的合一感成长 慈悲会变成你的天性 和自然的反应 你会连接人们的灵魂 问他们 你可以在灵魂层次 帮他们什么忙 你不会想要帮他们免去 承受行为的后果 或拿走他们需要学习的功课 你将如同你的灵魂一般 传送和提供灵魂的爱 当你的顶轮继续开启 你的知觉扩展 你会有更高的知觉 能够采取智慧与爱的行动 来帮助别人扩展他们的意识 并用新的观点来行动和存在 对别人的生活和他们关心的事 保持更大的知觉 练习忘却自我 当你感受与生命之网的连接 你获得更宽广的事业 在其中 你 你的生活 你所在意的事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当你进入一 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他们的生活 你对别人的实相会更有知觉 从自私转变为无私 你放掉了造成人我疏离的自我中心 而感受与他们的合一 因此你能在与人们的互动中体验更大的和谐与平静 因为你不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诠释他们的行为 你知觉生命的更大画面 从理解的角度 知道他们是谁和正在学习的功课 来看待他们的行为 从今天开始 练习表达灵魂之爱 忘却自我的特质 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 而非自己 愉快地玩 注意结果 不要想着人们会给你什么 想着你能给他们什么 在你们碰面的时候 与你选择的人做灵魂的连接 放掉对自己的在意 注意别人的真实状况 觉察那些你想要谈论自己的冲动 不谈你所关心的事或你的成就 反之问问别人的状况 只在你的讯息能够服务别人的时候再说话 恭喜自己 认出自己和他在一起时做到这些事的时刻 认出你放掉个人的利害 帮助人们或提供服务时 与别人感觉合一的每一刻 当你的顶轮开启 你会想要改变 加光给这个世界 你想贡献自己和服务的欲望成长 贡献的欲望并非因为流行 也非为了灵性的进步 或为了个人名声与社会认同 他不生于多愁善感的感觉 因为你不想为别人感到难受 而想让人们的环境更好 对他人的协助不要基于怜悯 而要来自灵魂接触的结果 服务和支持他人 是一种灵魂之爱 从你流向这个世界的愉快表达 你愿意服务是因为那感觉很自然 给你喜悦 给你一种方式表达你内在满意的爱 你的服务有必要有个外显的形式 有人在灵魂次元工作 传送爱来服务 有些人努力创造外在的环境 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服务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来贡献自己 请你继续与你的灵魂融合 做新轮的开启 先在内在次元工作 认出所有你做过 增加光 为服务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贡献 当你对灵魂的接触增加 你会吸引更多的机会创造改变 每当你扩展爱 与别人相处融洽 为周围的能量增添更多的美 秩序和光时 你的顶轮便开放 你知道自己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 你的爱扩展 反映你对于你存属其中的知觉 你慈悲和尊重他人的能力增加 你能够进入别人的心 而变成一股善与爱的力量源头 从下列的方法中挑选一种来开启你的心轮 当能量从心轮升起进入顶轮时 体验灵魂之爱不同的合一面向 在今天 至少一次 扩展进入合一的状态 觉察你所在的生命之网 感觉你和整体上下净化螺旋的生命连接 发出你的灵魂之声 想象它与所有其他的灵魂之声 形成和谐美妙的旋律 选一个人 和谐你和他的灵魂之声 想象你们的关系进入与更广大宇宙的和谐之中 而那也是你们所在的一部分 将你在灵魂层次创造的和谐 带进日常生活的连接 做灵魂的连接并传送和谐 看看这样做如何软化了生活中有摩擦存在的部分 将你和别人拉得更近 选一个人做灵魂的连接 想象在你们头顶上的灵性太阳的光 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完美 想象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能量 也变得更加美丽 看看这样做如何改变了你对这个人的感觉 行为和反应 选一个人做灵魂的连接 然后从他的角度体验他的生活 表达你的灵魂的慈悲同情与谅解 做灵魂的连接 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别人的生活上 而非自己 带着乐趣玩味 练习忘却自我 如何改变你对自己的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